与球市竞赛 靠网友募资来参赛张贝文 不敌小代仍让网友感动生涯 首次参加2011世界与球键标赛的美国华裔女将张贝文 为了参加这场盛世 她向网友募资才能来参赛 今天败给球后代资尹 只不时六强 但她在这次大赛中展现的拼劲 仍让不少网友感动 被外界称为独行侠的张贝文 目前世界排名第12 虽然代表美国 但很难获得自家人的资助 她为了参加试竞赛 日前在网络上募资5500美元 结果募得了约7000多美元 但她也坦言 这些前人不够用 饭店和机票就要5000多美元 还要负担教练的费用 最后只能用离城数换机票 女单32强首战 张贝文苦战三局胜出 第二轮就对上代资影 开赛一度占有优势 甚至还在往前往前匹腿 展现 一次马 就求成功 让众人印象深刻 可惜她后期忆务力 最后以19.21分 14.21分输球 张贝文赛号表示 首局有机会可拿下 但关键分没抓住 此占大约发挥70%的水平 也坦言自己的训练时间不足 她说 自己最担心的仍是资金问题 要参加比赛 不可能像一般人去公司上搬工作 应该没有老板会让我经几个月的假吧 张贝文说 虽然我拥有的不多 但我希望能把自己拥有的发挥出来 有网友就说 一次马厉害 已经打得很好了 加油 训练好点她能打得更好 枪运太差 提前碰见戴资影 更有一些网友被张贝文 全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